它是一個三十坪的一個房子 居住成員總共三位 屋主本人還有他的父母親 屋主是公司的高階住管 爸爸媽媽已經是退休 所以他們這邊是給爸爸媽媽還有屋主本人住 他玄關其實需要的斜量並不會太多 反而有比較多的空間是要來置放以前舊的東西 因為父母親他們會有一些舊的回憶 所以有一些東西他們不會丟掉 無限吸塵器我們也把它引申在這裡面 這個壁刊檯面它有兩個動作 你可以置放一些小物品 第二個它是產生一個隱藏性的把手 老人家走路或是幹嘛他都可以扶著 所以其實是有蠻多功能的 那這個餐桌我們的定義就不會只是餐桌 它也許就是一個閱讀 或者是在做一些勞作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功能是非常多元的 從玄關這邊再繼續往內部延伸 回到落地窗這一塊 主要就是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客廳跟我們的書房 當我們把廚房這一道牆拿掉之後 就等同於把電視被牆也拿掉了 那這樣很多人就很緊張 那我電視要怎麼掛 其實我就設一根電視柱 電視柱呢 它可以解決它的管路跟掛架的問題 或者說我們會有一些家庭劇院 它是需要一個檯面來去擴充設備 這個電視檯面有很多功能 它其實就是一個桌子 可以讓人隨意坐在上面都沒有問題 當然也巧妙地跟我們後面的中島做一個結合 假設我在這邊做菜 我可以看到餐廳 客廳 書房 中央走道 甚至陽台 我全部都可以映入眼簾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掌控家裡的動態的 沙發的背牆不見得一定是這個客廳的終點 你可以把這一塊半開放的書房的書櫃 來當作它最終的背景 這樣子的沙發會更好看 我們在書房書桌的左側會有一個小邊牆 這一道牆其實它的最大的用意 是來界定三個空間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走道 第二個是我們的書房 第三個是我們的客廳 這個書房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用 屋主他自己回到家假日比較長的時間 他會在這邊上網閱讀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書牆這一面設計的概念 其實我是希望它比較屬於非典型分割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會把它的格子有大有小 有平台 有矮台 全部都設計進去 有抽屜 收拿一些雜物 所以我希望它的東西是大大小小 不見得是書 它去擺它認為對它有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它的生活 因為它跟爸媽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公領域的概念就是說 視覺上我極大化 那第二個就是我讓家庭成員 彼此都可以照護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對方 增加所謂的互動的時間 那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檯面跟座位可以使用 在公領域跟私領域之間 我們有一個廊道 那這個廊道 我們巧妙地把木皮原木把它拿過來使用 讓它走在這裡 它有一種覺得預備要進入房間休息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段過渡空間事實上是它的放鬆的過程 因為屋主房間並不大 就是簡單的一個衣櫃跟書桌還有床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書桌跟它的衣櫃做結合 這樣你的空間它的Square會比較完整 這個格柵讓人睡覺有一個安全感 因為它畢竟旁邊是一個門 在床頭的部分 我大量幫它用白色的木皮板 做出一個decker的感覺 比較現代的味道 走到最底端是我們的主臥室 也就是孝親房 老人家的視力一定是會越來越差 所以我就會大量採用白色的物件 讓它的空間盡量反射 老人家有一個現象 他們會特別省電 有時候他們會不捨得去開電燈 所以有時候你想一想看這些行為 那你就不由得你會覺得說 我材質放亮一點 它一樣可以享受到 我自然光帶進來反射的一個效果 浴室這邊原本建商的門 它們是推門 設置上我們就是把門先改掉 變成拉門 在浴缸的前方 我們多設置一個踏街 讓老人家能夠借著踏街 還有洗臉檯面 還有扶手 三個地方能夠方便它進入它的浴缸 我覺得做這一間房子最大的功課 就是說你要試著去了解 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 因為你我都會老 當我們老的時候 我們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是這一場 我比較大的一個感觸就在這裡 也非常祝福他們能夠非常和樂地住在這裡面 這是我最大的期待 想看更多岩山松設計師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